大家好,歡迎收看鮮貨爆爆,我是酒窩邊 全世界應該沒有人不喜歡小王子吧 小王子的75週年特展,來啦 那這次呢,裡面可以看到經典的角色 飛行員、玫瑰還有狐狸 還有六顆行星的主角們 全部都可以在裡面找到喔 小編呢,自己是最想要見到那個喝醉的酒鬼啦 讓我們一起進去小王子的故事裡吧,GOGO 這邊一進來就可以看到作德的故事 還有他為什麼會寫小王子這本書 以及小王子的最經典的名言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真正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現在呢,讓我們一起用心體會小王子的奇幻之旅吧 那我們現在到的地方就是沙漠區 為什麼是沙漠呢? 因為小王子和飛行員第一次相遇就是在沙漠裡喔 這個設計真的是超級有巧思的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六顆星球 國王 喜歡命令別人的國王 還有愛慕虛榮的人 剛剛我提到的酒鬼 一起來跟他喝一杯 還有商人 只會算計的商人 你身邊有沒有這種對數字很敏感的呢 還有點燈人 他每天就是要繞著一圈關燈 要繞著一圈點燈 最後一個是地理學家 身為地理學家 但他就只會看著一本書 而不是實際去考察喔 現在進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呢 進到每一個房間啊 都是由藝術家結合每一個星球主角的故事 自己創作的喔 你可以發現焦哥啊 還有林富平女神林一誠的聲音喔 我們現在到這個地方啊 是國王的星球 藝術家呢 就把國王化成成可愛的小貓咪 你仔細看看 小王子他還是在裡面喔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酒鬼的房間 可以看到這上面就是 藝術家創作的 像一個一個很像酒瓶一樣 然後到這邊可以看到 酒鬼的手 非常的具有藝術感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點燈人的房間 可以看到藝術家呢 就是把燈這樣做成一個小小的 代表呢 點燈人他每天早上都在點燈 晚上在熄燈 這樣日夜重複的不停的工作 這是一個很累的故事了 點燈就是一件累死人的火兒 我們現在到了地理學家的星球 可以看到這裡全部都是書 還有他桌上超級亂的 到這裡可以看到他寫了超多建築物的方程式 可是我覺得好奇怪喔 他身為地理學家 為什麼不是跑出去研究 而是整天在家裡自己埋頭苦毒呢 我們不是有聽過一句話嗎 盡信書不如無書 所以多走出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吧 我們現在要登陸地球了 哇 有沒有看到 一點想像力都沒有 這就是小王子給予地球的評價 所以呢 大家要在生活中不妨發揮想像力 打造出和小王子一樣的奇幻旅程吧 期待我們來到周邊商品區 像小妹手上拿了這個 做得像小王子的書 但它其實是化妝包喔 它這個地方啊 還有玫瑰的樣子 真的超級可愛的 而且摸起來觸感超好 我剛剛還有看到的就是像這個地毯啊 是大象 還有衣服 還有很可愛的手工飛道 通通都超想要把它帶回家的啦 那是一種地方 那是做一種的地方 那是非大家拍到的啦 然後到時候